大家好 之前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三角煤的具体的一个控水工作 但是呢很多话也可能就不太了解这个三角煤啊控水控到什么程度才能给它浇水呢 那么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三角煤啊三种症状来判断它到底有没有控水足 这个时候到底能不能给它浇水 那么就哪三种状况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盆土啊已经发干发白了 这个时候呢就差不多已经干透了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老叶片啊 已经呢有点稍微有点点疤黄了 而且新长出来的叶片呢有一点点皱 而且呢有一点点卷曲的情况 就说明了差不多是已经控水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浇水了 第三个症状呢就是这个当年生的这个新枝啊 它这个末端呢有一点点枯萎 有一点点发皱 是有点缺水的状态有点下垂了 那就说明了控水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适量的浇水 浇水的时候不要浇透 稍微给它补点水 然后呢能够让它的汁液恢复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根据当时的一个温度气候呢 来适量的延长或者缩短控水的时间 一般呢大概是两到三次 一般15天左右 那么这个等到它出现花芽分化的迹象 我们就可以停止控水 所以呢给三角梅控水呀 很多人呢就不懂控到什么程度才可以 那么呢就按照我刚刚说的那三种方法来判断 就可以轻松判断出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浇水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